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八百五十六集 质疑的话刚提出来 天下钱庄就将技家的借条贴了出来 为防止有人损坏借条 天下钱庄特意派了四个人保护借条 技家不仅问天下钱庄借了五百万两 还是五钱的利 上面不仅有技大人的私印 还有技大人的签名和手印 再看日期 明明就是技大人病重的这段时间 技大人中了毒一直昏迷不醒 怎么可能去天下钱庄借银子呢 最主要的是 技大人借这么多银子做什么 技家乃是书香传家 又不做生意 又不干什么的 好好的借五百万两 还背这么高的利息做什么 这明显就是云家在背后操控一切 借条一出 站在不同阵营的大儒们纷纷闭嘴了 再不敢乱喷了 他们只看到表象 不知实情如何 他们要再说下去 恐怕会被人认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技家的祖老在看到这张借条后 也老老实实地闭嘴 再没有人去找技云开 并扬言要告云家 告技夫人谋财害命 事到如今 一切都在萧九安的掌控中 按照他要的节奏走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皇上就是想要将这事件平息下去 也不可能了 这下不仅技家毁了 皇上想要重用的云家也算是废了 这种情况下 不管云家还有没有用 皇上都不可能再重用云家 不然就要被朝城给喷死了 如果说 借条的事证明了技云开所作所为没有错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件轰动全城的大案 不仅证明技云开撕开家丑的行为没有错 反倒再正确不过 在大儒们纷纷称赞纪云开的第三日 京城二流世子陈家的嫡长子 在京都府衙前敲响了明渊谷 递上了壮旨 壮告自己的父亲与妻子 告他们通奸 谋害他母亲妹妹 陈大少这壮旨一地 整个京城都轰动了 陈家虽然无法和四大世家比 但也是京城有名有姓的大家族 完全能排在二流世家中尉 陈家主年过四十 却是一副君子之饭 端得是和善如雅 且陈家主一向爱做善事 修桥铺路总有他的身影 名声极好 陈大少的妻子出身同样是二流世家的史家 在贵妇圈中的名声极好 见过他的人都要赞一句 温良贤德 最是贤惠不过 陈大少与他的夫人成婚十余载 一直没有纳妾 夫妻二人一直是世家圈中的恩爱的楷模 却不想背后竟是这么可怕 陈大少这一告 整个精神都震荡了 陈家宗族与史家族人立刻站出来 说陈大少疯了 别听他胡言乱语 众人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陈大少有备而来 一件件证据拿出来 一个个证人叫出来 完全不容陈家主与他的妻子狡辩 陈家宗族与史家族人 见事情包不住 纷纷指责陈大少不笑 陈大少面对两家的指责 止于惨笑 不笑 我孝顺了数十年 为了孝顺 为了不将家丑外扬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日夜同奸 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奸生子生下来 看着他们为了隐瞒同奸一世 害死我母亲 害死我妹妹 我想做个孝子 我不想让家丑外扬 我与祖老们说了多少回 可你们却说什么也不肯相信 说我胡思乱想 后来我把证据摆到你们面前 你们却要我忍 劝我顾全大局 我顾全大局了 我忍了 这一忍 就是数十年 我现在真的忍不下去了 严白王妃说的没有错 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生死不明地躺在床上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同样 当你们是我的时候 你们也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什么臣家的脸面 什么石家的脸面 他们做了错事 却死不悔改 为什么要我 我母亲和我妹妹来承担所有的阔挫 一对奸生子 一个奸生女 居然还娶四大世家的姑娘 还要送进宫选妃 简直是笑死我了 你们有脸让他们祸害别人家的姑娘 我都没脸看 陈家的事也让一众大儒再度反思 为了孝顺 为了家族颜面 为了宗族颜面 任由肮脏龌龊的事一直出现 却不管不问 这真的就是对的吗 如果燕北王妃没有报官 只是私下处理 事情会如何呢 季夫人被季家悄悄处死 云家该风光依旧风光 季夫人一双儿女依旧有锦绣前程 只有季大人要背负五百万两银子的巨债 当然也不排除云家会还 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云家的真面目 云家这样的龌龊家族 族人还有可能入朝为官 甚至身居高位 让这样的人当官 天启还有前途可言 如果陈家的事没有爆发出来 会如何 不会如何 陈家一团锦绣 没有人知道那里的龌龊 陈家主母 大小姐都白死了 甚至陈家这位大少爷都有可能悄悄被害死 那对通奸的人依旧享受世人的赞美 虽说陈家主与他媳妇通奸 并没有损害到他们的利益 但一想到自己居然跟那种人打过交道 就觉得恶心无比 而且明明是陈家主与那位史家姑娘的错 明明是两家宗族的错 为什么要无辜的陈大少来受过呢 孝道之争 争论到现在 此时也没有人会偏激地指责陈大少有错 孝不仅要孝顺父亲 还要孝顺母亲 陈大少要是一直不告官 任由他父亲与妻子逍遥法外 岂不是对母亲不孝 整个京城瞬间安静下来了 原先吵得不可开交的学子大儒 纷纷像是哑巴了一样 再无人说话 也没有一个人再贴出自己的文章 但所有人都知道 沉默不是结束 而是升华 现实永远比画本更荒诞 笑与不孝如何孝顺这个问题 根本不是放在纸上谈的 而是要结合实际 他们先前太片面了 季云开得知此事 唏嘘不已 多少人会在家丑不外扬上 多少人会在孝顺儿子上 要不是他足够强硬 反击得又及时 恐怕他也会毁在孝顺儿子上 要是他的猜测没错 待到纪大人出事后 纪夫人和云家一定会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他身上 说纪大人是被他的不孝给气死的 而为了维护纪家家族的利益 为了维护纪宁这个继承人的名声 纪家宗族就算知道真相也不会爆出了 左右纪的人都废了 哪怕是为了维持纪宁这个有前途的继承人 也会选择牺牲他 这就是家族 残忍又无情 冷漠又自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